視網膜裂孔 那首先要了解視網膜裂孔是什麼呢 我們就要先知道視網膜是眼睛的哪一個構造 那視網膜它主要就是在我們眼球最後方一個神經的部分 接受我們看到的訊息跟光線 然後傳達到我們大腦的一層的神經膜 那這個神經膜呢 它有時候會有一些比較脆弱的地方 那有時候就破了一個洞 那其實這個還是算是比較體質的部分 就是我們結構上面比較異常的地方 那其實它平常也沒有什麼症狀的 那大多就是我們就會很害怕高度近視就是 因為它比較容易出現破洞 就是因為它這個眼球比較大 視網膜比較薄的關係 那當然相對上就會比較脆弱 就比較容易產生這個破洞 那如果說只是一個視網破洞的話呢 就是像我剛剛提到它是沒有感覺的 因為那邊的話也沒有什麼痛覺神經這樣 它就是一個比較脆弱的地方 通常都是在做這個視網膜 散瞳檢查的時候呢 意外到發現的 所以它並不會有什麼立即的危險 通常我們就是意外發現之後呢 就是趕快做一個雷射預防 如果說到了有東西去拉扯它 那這時候我們視網膜只要受到刺激 就會產生一些視覺訊號 那它表現出來的可能就是會發現 有個地方就會閃光閃不停 或者是呢肺紋症突然變多的情況 通常都是結構性的異常 就是我們所謂的體質 就是說你的這個眼球 霜膜的地方就是比較脆弱 那另外就是說呢 在我們如果波體有比較退化的情形啊 它會去跟我們後面的霜膜 做一個分開的一個過程 那這個分開的力量就會產生一個拉力 那可能就會把 其實你的視網膜本來只是一個比較脆弱的點 那有這個拉力就會把這個脆弱的地方拉出一個破洞 所以呢 這時候可能就會造成一些閃光啊 或者是肺紋變多的一個症狀 手術的話其實就是 我們就是先了解這個裂孔心視網膜玻璃產生的原因嘛 它其實也是不會就是突然就發生的 它還是會有三個主要原因 第一個就是呢 有脆弱的點造成破洞 那如果破洞沒事在那邊被我們意外發現 預防起來就沒事了 可是如果發生了我們剛剛說的一個退化情形 波體有一個拉扯的力量 它就把這個脆弱的點或是這個破洞拉開 那這時候有這個洞呢 我們又有這個波體比較退化 比較水化的地方 流到那個洞裡面造成症狼玻璃 所以這時候症狼玻璃才會產生 那可能就會需要進入到手術的階段 那如果這個手術的話呢 我們主要它的原理也是去處理這三個 發生的原因這樣子 就是說第一個我們就是把流進去的水 給它抽乾抽出來 那灌空氣去把這個破洞堵住 然後把這個水給壓出來 那再來因為有破洞嘛 我們就是需要用雷射呢 去把這個破洞的外面呢 用雷射把它打起來 就是像牆壁上的破洞 我們在旁邊釘釘子一樣 不要再讓它輕易的被掀起來這樣 那玻璃切入手術呢 主要就是去解除我們眼球裡面這些拉力 就是把玻璃體給清乾淨 它就不會再去拉扯到我們的視網膜 那我們手術完之後呢 一開始是灌空氣 之後會慢慢的被我們的防水 就是結狀體產生的防水填充 它就是一個比較水 那比較沒有緩衝力量的一個空間跟物質了 所以就比較容易變形 所以還是需要的時候才需要接受玻璃切入手術這樣子 所以其實呢 送玻璃的患者是蠻辛苦的 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把玻璃清除之後呢 是灌一個空氣進去 那在手術的初期結束之後 我們就是主要靠這個氣體的表面張力去堵住這個破洞 所以呢 它都要趴碎 那趴碎的話 就是主要的目的就是讓這個氣是往上浮的 它就去頂住這個破洞這樣 那趴碎的話就是說 臉要跟地面成一個平行 它才有去頂住黃斑鋪跟這個破洞的效果 所以可能前一個月氣都還在裡面的時候呢 就是都要成一個趴碎的狀況 是蠻辛苦的這樣 趴碎時間呢 我們都會建議病患一天趴碎 三分之二的時間 也就是18個小時以上 所以其實連平常活動的時候都要盡量處於一個 臉跟地面平行的角度這樣子 那當然因為有傷口的關係 我們也是要維持傷口的清潔 不要碰到水 可能一個月這樣子 然後不要被髒東西用到 不要被髒水破到眼睛 洗頭洗臉的話呢要格外的小心 我會不要碎 af Food 並 給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